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的节目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国家的海洋事务与政策 那请到了我们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的 秘书长 副秘书长以及宋理事 一起来帮我们做一个解惑的动作 刚才提到了南海的风云诡谀 可是这方面还有一个遗珠之旱 就是我们的王冠雄 王执行长 还没有表达他的看法 所以在他拿回指挥棒之前 我先要问他 那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是 谢谢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 南海这个地方会引发大家高度重视的一个议题 就是在于中国大陆他们的这一个填海造陆 那随着填海造陆它会产生出来的问题 不仅仅是在军事的这个可能性的发展上面 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 就是对于南海这个地方珊瑚礁 或者是礁盘环境的这个影响 那当然它所产生出来后面的一个效果 更是在于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对于一个 可能是露出水面很小的一块小岩礁 或者是甚至于在高潮的时候看不到低潮的时候 才看到的低潮高地 或者是根本就是一个暗杀这个地区 它能够主张的权利在哪里 那我相信这些东西都会随着中国大陆在 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创造出来这么大规模的填海造陆的结果 会有很多的这个发生的冲突 跟这个大家的这种这种这个想法 那当然呢我在这边也可能会必须要去强调一下 事实上填海造陆的这种工程 是世界上面的国家是早就已经有了 我们常常以前讲到的这个上帝造人和人造陆 这个荷兰人他们的这个填海造陆是早就已经文明于外 那么至于像是一些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杜拜 他们所做的这个世界岛或者是棕榈岛 或者是在很多的国家 他们会有在在这个海岸外面去建造人工岛屿 去这个去利用它去做一些交通的设施 这些事情事实上是早就已经存在 那南海这个地方那更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种情形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尼 越南 早就已经都做了很多的人工造岛的这种做法 那么只是说中国大陆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在很短的时间创造出来很大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就引发大家的注意 那不过我在这边我可能还是必须要强调的就是 中国大陆它显然的在南海这个地方 不是第一个国家做这件事情的 那如果他做这些事情能够成功的去主张到一些权力的话 那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国家这么做的 相信会有很多的国家会跟着去学 那么回到了我们的这一个同样是在南海的这个议题上面 那可能会有一些部分是要拉回到我们国家要探讨的 的的的这个去留意的这个状况了 那我先请问一下我们但副秘书长 但将军 您这边应该也会去做过一些的思考了 如果在南沙的太平岛这个附近 或者是我们岛的本身发生军事上面的危机的话 那么在离台湾这么远的这种状况之下 一个孤悬海外的一个小岛 您觉得在这种处理上面 我们国家可能会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这个帮助呢 谢谢 我想这个问题说难也很难回答 说容易也很容易 从军事角度来讲很容易 你既然把我的岛占领了 我就把它夺回来就好 可是毕竟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单纯 因为假如说 今天假如我们的太平岛 被某一个国家用军事手段把它占领了 那我们其实这就是一个战争的行为 在战争的行为之下 军事只是所有的选项之一 假如说两个国家发生战争以后 我们可以的回应有包括了政治 包括了经济 包括了外交各种手段 那军事只是其中的一项 那假如说纯粹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今天是一个战争行为 那我们要做的就不光只是说 我可以夺倒这个选项而已 我甚至可以攻击你的本土 我这样讲是比较大胆 可是纯粹从军事角度来讲 今天只要是战争的行为 那对方就必须付出一个战争的代价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是发生的 可是站在国军立场 我相信国军绝对都有保将未土的这个决心 我们也不希望真正走向战争的地步 可是真正走向这个程度的话 这个状况的话 那一定是举国的力量来争取我们的主权 那从军事这边来看的话 大家还记得的话 前年的时候我们海军就在太平岛 做了一次两级登陆演习 虽然我们一般认为说远水救不了境 我确实是非常远 可是借着这个动作展现出我们的决心 万一哪天我们的太平岛真的受到军事威胁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决心要去反应的 做这个动作也是告诉周边其他的国家 假如你们有任何动作 我们会有反应 我想这是最起码我们要表现出 我们国军保将未土的立场 是 重复一下您刚刚讲的话 万一有事的时候 对于国军来讲 是保将未土是我们的绝对是我们的责任 跟我们应当做的一些反应 可是真正在于要处理这个问题 我想应该是全国用所有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 不是光军事这个阵面 是是是是 非常感谢 那另外的话刚刚宋老师您提到了仲裁 那仲裁的这一方面我们也听到了 就是说这个菲律宾呢 把太平岛把它给当作是一个 一个这个岛屿的这种 不管它的地位上 或者是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污蔑 那么可不可以请您就这个 这一段时间之来 以来您参与的这些事情 还有包含了不管是活动 或者是一些文件的提供上面 所创造出来的一些的效果 和这个为我们国家在太平岛的这个法律地位上面的这个维护 您可不可以来为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些介绍 菲律宾在仲裁案里面的树状把太平岛界定为一个岩块 也就是联络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项所指的岩块 不可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和大陆教程 那么主要两个要件 一个就是说是没办法维持人类居住 另外一个要件就是说 它没有它自己的经济生活 那从太平岛的角度来看呢 它是可以维持人类居住 它也有它的经济生活 那假如这样来讲的话 它就是可以有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那之所以菲律宾在2014年提出来这个树状之后 在2015年的7月和2015年的11月两次的听审 口头听证会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律师也针对太平岛的地位 把它降格为岩块 那因为有这种的挑衅 或是法律上挑衅的动作 所以马英九政府事实上在2015年后半段 在他5月26号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之后 我们看到在2015年的后半段 一系列的动作去向国际社会上面宣示 证明太平岛不是岩块 它是一个岛屿 那么在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去年的12月12号 我们在太平岛上面的新的两个码头盖好 包括还有灯塔 还有就是一些的跑道的设施 强化 那是12月12号 那本来马英九总统他应该要去的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牵涉到整个亚太地区 尤其是美国战略上的一些的考量 那后来马英九忍住了没有去 那到过来在元月的时候22号到23号 就是外交部也邀请了事实上一些的国际的学者或是记者 美国的跟菲律宾的到了太平岛去 实地去那边看太平岛的状况 去喝那个淡水 去吃那个什么南沙餐厅的那个便当 那上面的食材都是当地的食材 那这个地方就是在元月22号 那再过来3月23号 国际社会上面的主要的主流的媒体 就被邀请到太平岛上面去 实地去看眼见为凭 To see is to believe 真正踏上太平岛 然后去喝那么的水 去看那么的鸡 看那么的羊 去吃那么的菜 喝那么的水 才知道到底他是不是岛 所以3月23号又一次 4月15号 东吴大学开了一次的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同样的把欧洲的学者 包括国际仲裁法庭的那个法官 还有重量级的学者 实际到太平岛去看 同样的他还认为说 喝水 吃饭 蔬菜 然后喂羊 然后那个鸡 听说那个鸡本来有100多只 慢慢的越来越少了 因为很多的外兵到那边去的时候 他就要杀鸡 鸡的话没有 听说现在补充到209 同时还有一些鸡蛋 那到了5月5号的时候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前的行政院院长 这是打破金事记录 因为行政院院长那个时候是96岁 报纸上讲96岁 实际上是98岁 96岁 就算96岁 他坐我们的C13洞 先从台湾的宋山机场 飞到屏东 大概一个小时 我们这样讲一个小时 然后再从屏东坐C13洞 到太平岛去 要三个半小时 那这样的话将近就五个小时 四到五个小时 来回就十个小时 我们现在说做飞行的时间 但是打破金事记录是 所有的南海历史 年纪最大 它能够做我们的经济 到那边去太平岛去 它有非常重要的政治 是的象征意义 捍卫领土主权 不分南领老少 不分蓝绿 你该去捍卫 我们太平岛领土主权的时候 你就要去 那我们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行政院长 年纪那么大了 他还要飞到那边去 他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不只是行政院院长 就是前任的 包括毛治国 包括那个 本来那个 胡志强 外交部部长 他也要去的 国安会的秘书长 舒奇 后来他没有去 但是胡威征去了 还有其他重要的 大佬 所谓的大佬 那这个地方 一个很重要的意涵 就是告诉我们 未来蔡政府 蔡总统 政党可以轮替 但是国家领土的 延续 宪法上面的责任 它必须要持续去 有这个责任 那太平岛在 刚才讲说 南海仲裁这个地方 菲律宾 把我们降了成烟快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不分蓝绿 所有的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人民 你要去争 就像虫子鸟一样的道理 鱼权 台湾移民的权利 被你日本就解读说 他是 太平岛是炎快的话 那你告诉我 虫子鸟是什么东西 那你日本 你可以主张两百海里 对 虫子鸟可以 我太平岛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说 整个南海仲裁 会有很多很多的重要的意涵 我们可能 国人 针对我们的南疆 我都希望说 未来我们的学生能够多多报名 参加国王部时候主办的南疆海域战略安全的研习营 实际到那边去看你踏上那个国土的时候 那感觉真的不一样 刚才您指的那个行政院长 其实是郝伯春郝院长 是郝伯春郝院长 没错 刚刚两位都提到了一个 一个很基本的一种概念 刚刚宋老师讲的 人不分男女老幼 然后这个 淡将军您提到的 这个保家卫土 是这个国防部的这种这个天职 那但是呢 在真正面临到国家领土的这种 保卫国土的这种责任的时候 我相信就如同是 刚刚宋老师所讲的 是不分男女老幼 然后必须是一个国家整体资源的投入 来保卫我们国家的这个领土的这个主权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 我们在讨论到南海的这个议题的时候 这些所展现出来国家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执行 或者是说在动用国家的一些政策工具的时候 我们大概应该是执政者 应该要深思熟虑要去了解的 我们今天讲的真的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那可是很快很快就来到我们的论坛的最后一节了 那最后一节呢 我不但要问大的问题 还要问更尖锐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下一节再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